好,我们来看一下 有三个物体ABC 在同一条直线上运动 ST图如图所适 请问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可以吗 接下来有个ST图如图所适 请问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各位啊,这种题目 如果直接看图你会觉得很痛苦 所以老师建议你举个数字 我都是这样的,很快就知道题目在考什么 随便写几个字吧 这个是0,这个是3,这个是2 随意,也就是说啊 今天在一个数线上,S轴上 有好几个点 0,1,2,3 好,我们来一个一个看 A同学在干嘛 哦,A同学在2的位置 起跑 哇,他偷偷的站前面一点 太过分了 不过他时间也是跟大家一起 从0开始就跑 B同学在干嘛 好乖啊,中规中矩 B同学从起点开始跑 也是从T给0的时候开始跑 C同学在干嘛 C同学在干什么 C居然是站在起点 但是非常有 GOTS的 跟你说 我让你们先跑 我三秒后再开始跑 让你们先跑 我三秒后再开始跑 然后BT图还可以看出一件事 越倾斜 速度越快 越平缓 速度越慢 速度的快慢 看得出来 所以C最快 B中间 A最慢 所以这个C难怪这么有种 他说啊 我让你们先跑 反正我会一路冲 追到你们 谁叫你们那么慢 这样子的模拟情境看懂了吗 就可以找答案咯 第一个A A B 同一个时刻 不同的地点 A B 都是零 出发 不同地点 可以 A对 B B C 同一个地点 不同时刻 我们看一下 B C 是同一个地点 A对 不同时刻 他说你先跑 我没差 我没差 C A B 相遇前 A的速度 比B大 各位 这个速度是从头到尾 斜直线是等速度 不管相遇前相遇后 他都没变过 所以是C一路都比较大 再大于B 再大于A 没有 A是最慢的 诸B追到A 这时候A B会有相等位移 所以B如果去追到A 假设在这里追到 假设在这里追到 你看图就知道了 A的位移明显比较小 A的位移明显比较小 E C追到B 这时候B C会有相同位移 一开始B先偷跑 也不能说偷跑 B是T给0 C说你先跑 我再追你 可是追到 同一个起点开始跑 那就是一定怎么样 有没有 都是这一条距离 一定怎么样 相等 所以E对 这一题选 A B B E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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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